各位早晨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四 美國方面昨天美聯儲公佈了議息結果 維持利率不變 一如市場預期 所以未有對股市有太大影響 美股昨晚微升 三大指數升幅界伏在0.1至0.4%之間 仍然維持在高位度震盪的局勢 至於港股方面 今天就做好了 港股今天開佈26837點 開始後升幅繼續擴闊 暫時升超過300點 逼近27,000點心理關口 看看今天是否有機會衝破 或者試試阻力位 至於一些個別板塊方面 手機設備估計是做好 特別當中有優太科技公佈了這個刑期 預計順利增長有超過30倍 一個非常厲害的增長 以及剛剛公佈的內地5G手機出貨量 都是不錯的 所以都帶動手機設備估計繼續做好 預計都會有不錯的表現